你好,欢迎每天听本书,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历史学家、小说家史杰鹏的刺杀孙策。 三国人物故事啊,一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文艺题材,经久不衰的大IP。 而提到孙策呢,熟悉三国演义故事的人都知道,他是东吴政权的开国君主孙权的哥哥,文武双全,胆略过人,人送外号小霸王。 凭借一己之力,打下了所谓的江东六郡八十一周,奠定了东吴日后的基业,但不幸英年早逝,遇刺身亡。 本书啊,就是以孙策遇刺的历史真实事件为背景,创作的虚构小说。 然而在本书中,孙策仅仅是一个露面次数不多的配角,更不是什么光彩照人的正面人物, 而是一个自意残忍,盛起灵人,给江东人民带来了苦难和灾祸的反派,最终成为一场隐秘政治斗争的牺牲品,遇刺身亡。 而书中真正的主角,则是一位虚构的小人物,尹昭。 他的善良和卑微,与孙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而恰恰是尹昭,最终处于义愤的反戈一击,把原本高高在上的孙策,拉入了覆灭的命运。 本书作者史杰鹏,笔名梁慧王,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古吉玉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,是研究古文字学和先秦两汉文献的专家,同时创作历史题材小说,以笔法简洁凝练著称,先后创作了《亭长小五》、《赌徒陈汤》、《赤壁》等作品。 而这本《刺杀孙策》是史杰鹏创作于2017年的三国题材中篇历史小说,由于作者史杰鹏深厚的历史学研究功底,尤其是古典文献研究学养,因此在本书中,他为我们精确的还原了汉末三国时代的各种社会生活细节,使得这个原本就建立在真实历史事件基础上的故事,让读者更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 同时,几条紧张曲折、草舌灰陷的线索,又引导读者追随着叙述的节奏,一步步去探究幕后的真相。 最终,结局降临时,我们会发现,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残酷。 接下来,我就分三部分,为你介绍本书的相关历史事件人物的背景。 首先,我来为你简单叙述一下本书的大致情节梗概。 而在第二部分中,我们一起来看看孙策在历史上的真实生平与世纪。 最后,我再为你解释一下,孙策之死反映了孙无政权本身一个致命的矛盾与缺陷。 而这个矛盾与缺陷如同血咒一样,自始至终缠绕着孙无政权,不断将他的统治精英送进死亡的深渊。 在小说一开头,作者史杰鹏写了三个情节短小的蝎子,看似互不相连,但却给作者留下了三条破解情节玄机的重大线索。 其中和主线故事关系最大的一幕,是刚刚占据了江东六郡的小霸王孙策,在一场盛大的酒宴上,当众处决了曾经起兵对抗自己的前吴郡太守许共。 随后,故事的画面一转,来到了快济郡丹阳县附近的一个偏僻小城里,这里叫刺狼义。 和蝎子中腥风血雨的一幕截然相反,虽然适逢乱世,但这里百姓的生活还算平静安稳。 主人公尹昭,年过三十,原本是个老式的农夫,因为粗通文末,而被丹阳县官府提拔为县庭的一名边外苍立。 县庭是捍卫时期最基层的朝廷执法司法机构,而边外苍立呢,说白了,就是一名管理仓库的外聘临时工,薪资微薄,工作繁重。 从一出场,作者史杰鹏就赋予了主人公尹昭一种小人物独有的善良和温暖,他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很重,在家里尹昭同时是孝子、辞妇和尽职的丈夫, 在衙门里他兢兢业业业,任劳任怨。 在同事里,尹昭有个好朋友,烟虫,刚刚十七岁,两人之间可以说是推心致富,无话不说。 而且烟虫和尹昭11岁的女儿尹之,也是青梅竹马,情投意合。 尹昭已经和妻子商量好了,等待女儿成年,就撮合两人之间的好事。 然而,这种平淡而宁静的生活,注定会被打破。 一天晚上,尹昭收到了一封来自县庭的家籍公文,征调他和烟虫,到吉卜盗贼的部门贼草效力。 原来,丹阳县内出了一件大案,县庭里的三个利员居然离奇失踪。 更严重的是,其中有一个叫韩丽,韩丽是孙策麾下名将韩当的侄子,所以县庭不得不临时增派人手,紧急搜寻。 正在漫无头绪之际,尹昭和烟虫却因为主角光环,交了好运。 在丹阳县城的市集上,两人遇到了农夫白礼君。 尹昭当年曾仗义直言,让白礼君免于牢狱之灾。 所以白礼君特地透露了一条重要线索,说自己可能是知道韩丽等人最后踪迹的目击证人。 三天前,他在山上砍柴时偶遇过韩丽,当时三人正在以弓箭打猎。 于是,尹昭和烟虫紧急前往现场,但发现的却是韩丽等人支离破碎的尸体。 韩丽等三人到底死于谁手? 作者史杰鹏灵活地运用了悬疑推理小说的经典写作手法,并没有立刻揭晓。 但是为了节省时间,我就在这里直接剧透了。 正是小说一开头,被孙策在酒宴上处死的会计太守许贡的三个夹客。 这三个夹客得到了情报,孙策近日可能来到丹阳,为了给主人报仇,他们分别在丹阳县的闹市以及丹阳县附近的山中设立了两个据点,准备见机行事。 却不巧在山里遭遇了前来打猎的韩丽一行,为了防止踪迹暴露,只能痛下杀手。 然而在打斗中,夹客随身携带的许贡印信却遗落在了现场,并被尹昭捡到。 所以,尹昭固然发现了一条破案的重大线索,但也把自己迅速牵扯进了一个无比凶险的阴谋陷阱。 当然,尹昭可能觉得自己时来运转了,在面见韩当汇报案情之后,县令亲口委派他临时担任贼曹的曹使,等于今天的派出所副所长, 并且承诺,如果能顺利破案抓到凶手,就给尹昭正式转正。 回家之后,尹昭还迎来了第二个好消息,由于自己一直没有儿子,受到父亲的责怪,所以妻子李氏给自己买来了一个妾。 然而,尹昭不知道的是,这个知书达理财貌双全的姑娘阿衡之所以被打断了一条腿,卖为奴隶,是因为她其实是韩当府中的丫鬟。 韩当的夫人彪悍妒忌,看到韩当对阿衡有意,就下此狠手。 而阿衡真正的身份是许贡的女儿。 很快,尹昭发现更多奇怪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了。 一夜,他在和阿衡同床共诊时,家里居然出现了武功高强的黑衣人,劫走了阿衡,并让尹昭身负重伤。 读到这里,聪明的读者大概可以猜出,这也是许贡加克所为,目的就是要救出主人的女儿以报恩。 当然,尹昭也推断出,袭击自己的神秘人和杀死韩丽的凶手有密切联系,而且与被孙策处死的前吴俊太守许贡有关,很可能要对付的真正目标是孙策。 由于自己养伤在床,且仍微言轻,尹昭把这条线索连同作为政务的许贡同印,交给了自己的堂兄尹赏,因为尹赏在丹阳太守府里做官, 而刚刚到任的新任太守就是孙策的弟弟,未来孙无政权的开国君主孙权。 但是尹赏却是个自私小人,直接把功劳揽到了自己头上。 不过,所谓善恶终有报,一星以为自己能飞黄腾达的尹赏,却在丹阳行宫觐见孙策时, 因言语之失,被喜怒无常的孙策用铜阵纸打碎了头颅,当场领了便当。 接下来,尹赏的生活如同一只受伤的飞鸟,急剧向下,坠入低谷。 由于杀死寒厉的凶手迟迟不能归案,县令干脆抓了百里军等几个农民充树。 尹赏由于功劳被尹赏冒领,又没有钱贿赂上级,说好的贼曹曹使也没当上,被打回了原部门,继续当他的临时工。 而就在此时,尹赏疼爱的女儿尹之,又被身份不明的狂徒玷污生不如死,这一系列的打击都让尹赏陷入崩溃。 同时,三个许贡加克的复仇计划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,他们得知孙策喜欢狩猎,尤其是格杀猛兽,以彰显自己武艺高强,于是特地在丹阳附近的山野中,豢养了一只老虎。 消息传出后,孙策果然中计,只带了两个随从就前往山中猎虎,而尹赏和烟虫也被县廷委派到附近清场,暗中保护主公。 果然,无论是凶悍的猛虎,还是埋伏在此的许贡加克,都不是孙策的对手,被孙策轻松解决。 在搏杀中,暗中潜伏的尹昭却发现,孙策胸口有三道鲜明的伤痕,以及八个转子纹身,而这正是尹之描述中玷污自己狂徒的特征。 刹那间,狂怒的尹昭也变成了刺客,用弩箭射伤了孙策,两人陷入了近乎野兽的肉搏。 就在孙策即将了结尹昭性命的一刻,令人想象不到的突变发生了。 孙权手下的心腹重臣张昭出现在了现场,轻松杀死了负伤的孙策,同时也将烟虫灭口,只有尹昭一个人侥幸逃脱了性命。 所谓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,原来,无论是尹昭烟虫,还是许贡三家客,甚至孙策都没有想到,自己不过是一场深不可测的政治阴谋中的一枚棋子。 当然,在正史文献中,孙策遇刺后并没有立刻死亡,还有时间安排身后大事。 但是在小说中,作者史杰彭则暗示,是急于夺位的孙权,暗中操纵了这场针对自己兄长的暗杀行动。 最终,尹昭过上了稳定而安宁的生活,但是这场巨变带给这个小人物的损失却无可弥补。 首先是许贡三家客在行刺行动前,给尹昭留下了一封书信,把阿恒托付给了他。 但是当尹昭找到阿恒的时候,他已经平静地死去了。 我想,也许这个聪明通透的女孩,经过历番劫难,感觉乱世为人,始终逃不过受苦两个字,所以选择了字形了断。 其次,作者又写尹昭乘车路过次郎义城门口的空地,那里曾经住着一个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残疾乞丐。 昔日尹昭和烟虫相约,两人轮流失舍,让乞丐有口饭吃。 而今,挚友已逝,乞丐也不见踪影。 尹昭忍不住扑伏于地,嚎啕痛哭。 一场三国乱世中小人物的悲剧,就此落下帷幕。 好了,以上就是这本小说《刺杀孙策》的主要内容。 当然,大部分情节都是作者史杰鹏基于历史真实事件的虚构。 接下来,我就结合这本小说提到的历史事件与人物, 为你想一想,真实历史上的孙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。 一提到孙吴政权,大家就可能想起《三国演义》里, 刘备三顾茅庐与上尉出山的诸葛亮进行龙中队的时候, 对江东孙氏的评价,叫做具有江东以利三世。 所谓三世啊,就是孙氏集团头三代的领袖, 孙坚、孙策以及孙策之地孙权。 孙坚是孙权和孙策兄弟的父亲, 本来是东汉末年吴俊赋春县的一方豪强。 赋春县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市赋阳区。 东汉末年黄金起义爆发后, 孙坚就响应朝廷号召,率领部仲北上征讨黄金军。 因为战功卓著,被封为长沙太守。 后来参加袁绍组织的讨伐董卓联军。 在正式中,董卓麾下的猛将华雄也被孙坚斩杀。 孙氏集团虽然斩露头脚, 但由于实力不足以割据一方,只能依附袁术。 汉县帝出平二年,孙坚奉袁术之命进攻刘表, 不幸在襄阳战死。 孙坚战死沙场后,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孙策, 就成为孙氏集团事实上的第二代领袖, 继位之后的首要大事, 就是护送父亲孙坚的灵鹫回乡安葬。 但是根据史书记载, 孙坚的灵鹫并没有回到复春, 而是被匆忙安葬在半路的屈额,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丹阳市。 军事历史学家宋杰分析说,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变故, 可能就是吴俊太守许贡从中作梗, 不许孙策一行,途经吴俊归乡。 鉴于许贡一向与孙氏家族不和, 而这个举动可谓是旧恨未了又添薪酬。 由于孙坚死后, 不仲大多数被袁术收回, 所以孙策也不得不和父亲一样, 暂时依附袁术以求发展, 为父亲孙坚报仇。 此时的孙策虽然兵威将寡, 但已经有了完备而宏大的构想, 那就是夺取江东割据一方, 如果北方形势有变, 再趁机进取中原, 携天子一令诸侯。 东汉末年所谓江东, 也就是丹阳、吴、快计三郡, 囊括今天的苏南、 晚南、浙江全省与福建北部, 这里土地肥沃, 物产丰富, 东林大海, 西北有长江天险, 西南又有丘陵山地为屏障, 可谓自成一体。 这个战略构想, 背后的主要贡献者是江都明氏张宏, 可以说张宏之于孙氏家族的作用, 堪比诸葛亮之于刘备, 不过狡猾的元术看出, 孙策虽然年轻, 但已经英明在外, 胸怀大志, 不会长期居于人家, 所以只从孙坚旧部中拨出千余人交给他统帅, 但好在曾跟随孙坚征战的成谱, 寒当, 黄盖等猛将也回归孙策麾下, 构成了日后孙无政权在军事上的中坚力量。 元术委派给孙策的第一个任务, 就是攻打和自己有矛盾的卢江太守陆康。 孙策用兵神速, 大获全胜, 升勤陆康。 随后, 在公元195年, 孙策又奉袁树之命渡过长江, 挥施东晋, 征讨朝廷委派的扬州刺史刘游。 孙策一去如同蛟龙入海, 经过五年的征战, 先后击败刘游、 王朗和许贡等原本东汉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员, 夺取了丹阳、吴、 会计三郡, 并着手平定江东境内的山岳民族部落势力和地方豪强, 巩固自己的统治。 公元197年, 孙策更趁袁树称帝四面受敌之机和袁树决裂, 再次夺取卢江、江夏、豫章三个郡, 同时宣布归顺朝廷, 为自己长期合法占据江东打下了基础。 然而, 孙策势力的急剧膨胀看似势不可挡, 但却种下了日后困扰孙吴政权的一大隐忧, 也就是和江东本土地方势力各门阀大族的矛盾。 首先, 孙策大军进入江东时, 他的身份是袁树部长, 部下的武将和士兵不是来自淮南, 就是来自北方, 这就让江东世家大族认定, 孙氏集团是来自北方的侵略者。 当时江东地区的本土门阀家族, 为首的是顾、 鹿、 朱、 张四家, 称为吴俊四姓, 他们通过联姻互通生气彼此支撑。 但是, 孙策出战卢江打击的敌人陆康, 就是吴俊四姓里陆家的领袖人物, 而陆氏家族居住在卢江的就有百人之多, 其中超过半数死于这场战乱。 随后, 被孙策所击败的王朗、 刘游、 许贡等人, 要么本身是江东本土的名门, 要么是来自北方, 出身相同的门阀, 对江东本土精英抱有一个友善合作的态度, 很多江东世家弟子都在他们的手下做官。 这样一来, 孙策当然也被视为江东地方势力的敌人。 更糟糕的是, 孙策为了稳定孙氏集团在江东的统治, 采取了铁腕政策, 对拒不合作的江东本土精英人物, 实行毫不留情的杀戮。 用史书上的话说, 就是朱祁英豪。 那么, 死在孙策手上的江东精英有哪些呢?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许贡, 他的死是小说里引发孙策遇刺的主要导火线。 早在孙策率军渡江之时, 许贡就上奏朝廷, 说孙策是一方枭雄, 留在江东必然成为独立于朝廷的割据势力, 要求朝廷征召孙策前往中央做官, 相当于调虎离山记。 在被孙策击败后, 许贡又投靠盐白虎, 继续和孙氏集团对抗, 直到大势已去才不得不投降。 此时, 许贡送给朝廷的奏章又被截获, 于是愤怒的孙策下令处死了许贡。 另外, 还有会计军名士周新, 曾经聚集自己的部众, 帮助王朗抵抗孙策, 最后兵败身死, 全家也被孙策诛杀。 另外, 还有一位会计名士, 孔荣的好朋友盛县, 孙策一直忌惮他的名声和才华, 想处置而后快, 但未曾动手, 自己就被许贡的夹克刺杀。 孙权继位后, 孔荣曾经想搭救圣县, 求曹操以朝廷名义下旨, 征召圣县去许昌做官。 但诏书未到, 孙权就已经处死了圣县, 并把他的妻女家人罚莫为奴隶。 这一系列残酷的杀戮, 几乎把周家和圣家, 这两个会计当地的门阀大族连根铲除。 作为旁证, 自三国之后, 曾经宣赫一时的周胜两家, 在各类历史典籍中, 就已经淹没无闻, 再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出现了。 当然, 还有一些江东精英人物, 虽然侥幸活命, 但下场却非常凄惨, 可以说生不如死。 比如王胜, 王胜是吴俊嘉兴人, 还和孙氏家族有交情, 但是并不赞成孙氏集团占据江东, 于是起兵反抗。 战败后, 王胜自己因为孙氏母亲吴太夫人的求情, 捡了一条命, 但全家却被孙氏处决。 所以, 在江东精英、 世家大族看来, 孙氏和他代表的孙氏集团, 是对自己欠下了累累血债, 不供戴天的仇人。 孙吴政权与江东本土势力的早期关系, 更是势如水火。 我们今天再看这段历史, 也可以感知到, 郑氏中那个高大上的孙策, 和史杰鹏这本小说中的孙策, 共同展示的是历史人物身上复杂但共存的两面。 一方面, 孙策是雄资英发, 财高至大, 文武双全的孙朗。 但另一方面, 他也是一个傲慢自大, 凶狠世杀, 野心勃勃, 无法控制自己残忍性格的枭雄。 我个人觉得, 这种残忍很可能来自童年创伤, 也就是父亲孙间过早亡固所带来的极度不安全感, 或者天生的暗黑三角人格。 实际上, 这种人格特征出现在很多成功人士身上, 这种人格具体来说有三个重要特征, 为达目的, 不择手段, 极度自负和自恋, 以及追求刺激, 缺乏共情能力。 在小说中, 作者史杰鹏通过简洁有力, 近乎白描一样的叙述, 成功地把孙策身上的暗黑三角人格, 描绘得淋漓尽致。 不过, 打江山是一回事, 做江山又是一回事。 孙策在经略江东时也逐渐发现, 要想在江东立足, 没有本地世家大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。 所以孙策对愿意和自己合作的江东精英, 也采取了李贤下士, 重用信任的态度。 在这个阶段, 前来投靠孙氏集团的江东精英, 包括出身丹阳的名将朱志, 出身会计名门于氏的名氏于藩, 来自前唐名门全氏的全柔, 以及董席、 林操等人。 另外, 孙策在临终时, 在继承人上的选择, 也体现了这种从思考如何打天下, 到如何治天下的心态转变。 孙策之所以选择弟弟孙权, 就是因为看中孙权相对仁厚的性格, 以及出色的人才任用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, 这些特质能够继续贯彻自己, 驾驭江东世家大族, 把他们变成孙氏集团支持力量的基本政策。 在孙权上台后, 随着他逐渐推行怀柔政策, 以及孙吴政权的日渐巩固, 尤其是在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, 江东境内的本地精英, 对孙吴政权的态度, 从一开始的抵制与旁观, 变成了接纳与拥护。 到了公元223年, 也就是皇武二年, 出身吴俊明门的名将陆迅, 就率领群臣上表孙权, 请他称帝, 这标志着, 江东大族彻底承认了孙吴政权的统治合法性, 把这个曾经的外来户尊奉为政统。 顺便说一句啊, 这位陆迅就是陆康的侄孙。 随后, 江东本土门法士族和孙吴政权的关系, 就进入了一个蜜月期, 数以千计的江东门法子弟, 积极投奔孙吴政权, 入朝为官, 不少人凭借自己的才干, 慰及人臣。 比如出身江东四大名门顾姓的顾雍, 在丞相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九年。 而刚才提到的陆迅, 则因为凌危受命, 在公元二二八年的宜陵之战中, 打败了刘备, 挽救了东吴, 被孙权封为上大将军。 丞相和上大将军, 这两个东吴政权中的最高文武官衔, 长期被江东本土精英把持, 不仅说明了他们对孙吴政权的拥戴, 同时也说明, 在东吴政权的权力结构中, 江东本土势力已经占据了上风。 不过, 与此同时, 孙权对江东本土精英的猜忌和怀疑, 却与日俱增。 本来, 孙吴政权的稳固发展, 是依靠两条腿走路, 一条是曾经跟随孙姦孙策, 来到江东的老部下, 由于出身籍贯多在淮寺地区, 也就是今天的苏北、 晚北至玉东地区, 这批文臣武将, 被后世历史学家们称为淮寺集团。 三国演义里, 大家熟悉的许多东吴英雄, 比如周瑜、 鲁肃、 成普、 黄盖、 韩当, 都属于这个集团。 而另一条, 就是后来居上的江东精英集团。 到了孙权统治的中后期, 怀四集团由于远离故土, 逐渐凋零, 后继乏人, 而江东集团, 则依托本土主场之力, 不断发展壮大。 孙权对江东集团的不满, 具体有两个理由。 一来, 是因为江东集团势力的壮大, 让孙权感觉, 孙氏家族可能最终会失去对孙吴政权的控制。 二来, 三国鼎立形势确定之后, 孙吴政权遭受外来军事入侵压力, 也逐渐减轻, 孙氏家族和江东集团之间的凝聚力大不如前, 权力斗争开始激化。 所以, 孙权就开始有意识地对江东集团进行系统压制与打击。 比如, 孙权设置了专门的特务监察官职教士官, 对朝廷重臣, 尤其是江东大族, 进行暗中监视, 抓到把柄后, 就罗织罪名, 下遇严刑拷打, 务必办成大案, 铁案。 公元二三八年, 在孙权的支持和授意下, 教士官吕一诬陷出身江东的众臣名将朱炬收取重金贿赂, 其矛头直指丞相雇佣, 一时间风声鹤唳, 其他江东本土众臣如陆逊等人人自危。 随后, 由于太子孙和受到江东本土势力的支持和拥戴, 孙权敏感的神经又被触动, 会不会在自己死后, 江东集团通过操控太子孙和彻底控制孙吾政权, 甚至取而代之。 于是, 孙权通过扶持自己的另一个儿子, 鲁王孙霸, 来试图制衡太子势力, 形成了动荡的两宫争霸局面。 很快, 两宫之争就超出了孙权的掌握, 最终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大清洗, 事称两宫案。 最后, 孙权不得不先费太子孙和, 在强令鲁王孙霸自杀, 同时重点打击那些在两宫之争中犯下过失, 战错队的大臣。 不用说, 江东本土文武官员是重点打击对象, 太子党的领袖, 丞相兼上大将军陆迅, 忧愿而死, 标起将军朱炬被迫自杀, 丞相雇佣的两个儿子, 雇坛雇成兄弟被流放, 客死一乡, 江东本土精英势力几乎被一网打尽, 感觉大局已定的孙权, 立幼子孙亮为太子, 选择出身怀寺集团的重臣诸葛克, 担任顾命大臣。 然而, 江东精英毕竟根基深厚, 人才济济, 孙权自以为高明的安排并没有达到目的。 孙权死后不久, 二宫相征的余波, 导致江东本土势力和孙氏集团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, 大批孙武政权精英死于内讧, 包括诸葛克, 孙权时代重臣张昭的孙子张成, 出身孙氏家族的重臣孙林五兄弟, 以及朱炬的两个儿子, 名将朱雄、朱笋兄弟等等。 孙权重臣全从的侄子, 统兵大将全端, 害怕内乱殃及自己, 干脆率部投降了曹魏。 可以说, 这个由孙策进战江东, 诛杀许贡等江东精英引发的政治矛盾, 宛如一道吸附在孙吴政权身上的血咒, 直到孙吴政权彻底灭亡, 才宣告解除。 好了, 到这里啊, 史杰鹏这本《刺杀孙策的故事梗概》, 以及相关人物与事件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,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, 动荡的大历史背景下, 小人物颠沛流离, 被命运裹挟或奋起抗争的故事, 始终是文艺创作绝好的主题, 从整体上看, 《刺杀孙策》是一部以悬疑为表皮, 历史真实事件和虚构补白为骨架的反英雄小说, 作者史杰鹏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坦然表示, 我的历史观和很多人不一样, 孙氏家族在江东巧取豪夺, 非常残暴, 以不讲信用著称, 基本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家族, 确实, 以历史研究为主业的史杰鹏, 更容易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, 感知到历史的侧面与黑暗面, 在传统正史记载的那些帝王英雄史诗的背后, 是千百万无名百姓的牺牲和血泪, 反过来说, 在黑暗的现实中, 还能保持良知与正义感, 挺身而出奋起抗争, 侥幸在史书上留下知林骗爪的小人物, 才是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真正英雄, 他们的光芒虽然微弱, 却始终存在, 说到这里啊, 让我们再放宽一下观察历史的事业, 孙策与许共之间结下的血仇, 实质上反映了东汉末年乱世中, 孙武、蜀汉、曹魏政权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, 那就是, 身为外来征服统治集团, 如何压制疆域内的本土精英门法, 最终为己所用, 不要说以言行俊法著称的孙武和曹魏, 就是在以东汉正统和仁爱宽厚为自我标榜的蜀汉, 历史记载间, 我们也能感知到刀光剑影的权力暗战, 最终这场漫长的权力斗争, 随着西进的统一而暂时告一段落,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, 此外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, 查收门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, 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,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,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